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套经历了时间检验的经典教材 少尔版的第一版是2005年出版的 在2010年我们又出版了少尔版的小语中版 由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俄语和阿拉伯语六种版本 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和学生学习需求 教师教学方法的变化 我们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呢 又做了一些改进和提高 在2015年退出了少尔版的第二版 和第一版相比 第二版主要在以下一些方面做了改进 第一呢是吸收了一些新词汇 比如小狗学样这课 新增了我上网他也上网 教学生上网 这个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非常常用的词 第二是介绍新字识 只提供适合该课的解释 比如讲奶奶的时候 在第一版我们还给出了奶 作为milk牛奶的意思 虽然这个意象很常用 有利于扩大学生的词汇量 但是有的老师朋友向我们反映说 学生容易感到混乱 所以我们在改版的时候 对生词的解释方式做了优化 第三呢是我们为了方便学生课下预习复习 为所有的生词都配有了录音 此外呢为了让孕律师更加简单顺口 我们对第一版中一些偏难的韵律师做了改写 更加重视利用学过的生词和语言结构 让韵律师更加简单朗朗上口 那再者呢就是增加了数字的练习 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的数字表达方式 因为小学生可以自然地习得外语 而量词又是汉语学习的一大难点 所以在再版的时候 我们增加了量词的练习 此外呢为了让学生更多地接触汉字 更加顺利地完成练习 我们在很多练习和图片旁都标注了汉字 以上就是我们对轻松学汉语少儿版第二版特色的简单介绍 为了方便没有使用过这套教材的老师朋友 对这套书有一个更为直接的认识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课程设置 少儿版一共有四色课本 每册有16课 每课包括有生词 课文 韵律诗 大量丰富而开放的练习 语言游戏 还有专门的汉字学习板块 轻松学汉语少儿版呢是一套话题性教材 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经历 全套书的话题主要是围绕我展开的 主要围绕我的喜悟 比如喜欢的颜色 穿衣喜好 我的家 比如我家住在哪 还有我的家人亲戚 我的学校 像学校的设施和同学老师 以及我的每一天设计的课文 少儿版呢还特别注意 结合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好 安排生词教学 会教给学生像铅笔 彩色笔 尺子 橡皮 这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词 还有像荡鞦韆 拍皮球 捉迷藏 树屋这些 学生感兴趣觉得有意思的词 在讲解生词意思时 生词表中会给出组成生词的每个字的意思 比如讲体育馆的时候会给出体育体育和馆的意思 这样方便学生理解记忆 另外呢 生词表中还会给出词语的固定组合搭配和绘画套语 让学生把它们作为整体来记忆使用 符合小学生的认知方式 在语法方面呢 轻松学汉语少儿版是不会直接讲语法的 而是会通过课文情境的设置以及故事情节的安排 让学生理解语法意义 比如这课在公园里小弟弟不见了 弟弟不再画滑梯 不再荡秋千 不再拍皮球 也不再捉迷藏 学生可以很好地理解在表示进行的用法 再如通过老虎和小兔的故事 老虎来了 小兔子把窗子关上 把门关上 把灯也关上 可以让学生很好地理解 习得把字句 除了课文情景设置的典型性和故事情节的安排外 少儿版中的课文还与学生的生活和兴趣爱好紧密结合 比如这课是关于上课 我每天有五节课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分别是什么课 最后说一天下来你知道我多累吗 全篇课文都是结合学生的生活展开的 而最后这句感叹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听到学生说的 在学完这课以后 学生就可以转而用汉语来说了 另外呢 考虑到小学生很喜欢听故事 并且喜欢那些有一个意外的结局的故事 少儿版的课文中有很多的故事 比如这课是一个关于毛毛虫的故事 外面太热了 毛毛虫爬到了阳台 爬上书架爬上冰箱 爬进空调又爬到地上 哎呀遇到一只小鸡想吃它 最后毛毛虫很激紧地跟小鸡说 你别吃我了 我身上有毛不好吃 符合小学生的喜好 那么从形式上看呢 少儿版的课文很多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板块组成的 这样很方便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教学目标 学生水平和课时来灵活的剪裁课文 可以拿掉一些单独的板块 或者新增板块 以上呢就是我们结合轻松学汉语 少儿版第二版的新版特色 以及课程设置为大家做的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电邮和我们联系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关于轻松学汉语 以及三联书店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资讯和服务 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三联国际中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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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